除了环保、法治观念也要从小扎根 全台湾的法律辅助基金会 第一次办理下乡法律成长营的活动 南投分会这一天就带着80位 姓意乡的原住民小朋友 来到南投法院以及南投地检署参观 而贴心的是 主办单位还依照小朋友的体型 制作法官以及律师的服装 让大家模拟开庭的过程 小朋友穿上法院所制作的服装 来体验开庭的程序 除了法官以外 连律师与检察官都学得有模有样 地检署精心安排剧本 让小朋友在法庭演出 借着活泼的内容 让他们了解法院的运作方式 用欲教于乐的方式 让小朋友知道 我们司法机关实际运作的一个方式 然后虽然是只有短短一天的一个时间 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不需此行 而且在活动结束后 回到学校跟家里 也能养成好的知法手法的一个习惯 法律辅助基金会南投分会 今天带着80位 来自新一乡的原住民小朋友 到法院以及地检署参观 由工作人员检说 让他们对法院更加熟悉 借入这样的教育 他们能够对法律 对法院有更深的认识 然后他们在这个法律的认识之下 能够更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最基本的一些法律概念 从最小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乍根 然后让他们了解整个法律制度 然后法庭的状况 然后透过两天的一个学习 那多少也是会影响他的一个家庭 原住民部落偏远 能够运用的资源也有限 对于法律知识 常常不小心站上了法律边缘 所以主办单位筹备了相当长的时间 来规划这场活动 那我们这一次希望说能够往山上 那山上原住民的朋友 他们其实对法律资源这一块 可能是比较欠缺 所以我们的会长在跟我讨论过 或是说我们希望说 这个生活的法律也能够从原住民这一块来着手 那对于偏远地区的这个法治教育 也能够有一个杀种子的开始 为了让偏向的小朋友 能够增加法治的观念 全台湾的法律辅助基金会 第一次办理下乡法律成长营的活动 他们希望让每一位小朋友 从小就能培养守法的观念 记者郑伟祥 南楼仙 采访不到